先介紹一下這個Distory 那各位呢 你進到這個軟體 點這個 是不是就打開了 好 那預設啊 告訴你說 你要什麼語言 我們當然選這個啦 對不對 軟體的 如果你不小心 就弄錯了 沒關係 繼續還可以改 那麼一開始 他會跟你講說 他有個導覽啦 那所以說 你要繼續也可以 那因為現場有老師 你就說謝謝 我聽老師講就好了 好 這樣就好了 那麼執行完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我們的右手邊這裡 我還是把它拉出來齁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顆 好 對 這一個 你可以點到這邊 按選項設定 如果你不小心把語言設錯了 進來的第一個 有沒有 就可以改語言 好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的 好 那重點是 問一下各位 平常你用檔案總管 應該各位有用過這個地方吧 來 那我要問一下 請問你的使用者體驗如何 用他找檔案好找還是不好找 第一個慢 我跟你講啦 慢沒關係 但是要找得到 哈哈哈哈哈哈 你了解意思嗎 你慢一點 但是我要找的東西找不到 那我們是可以接受的啊 問題是慢又找不到 浪費我的時間有沒有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如果你用這邊找 你找不到的 你會怎麼辦 蛤 他 你總共 他回你去 檔案就在此山中 雲生不知處啊 哈哈哈哈 這樣 你要怎麼辦 檔案是他管的耶 不然他怎麼叫檔案總管 對不對 結果他什麼事情都不管 他說我就是找不到 那你就慘了 那我們試看看 我就這樣 我偷偷按一個東西 有沒有跳一個搜尋出來 有齁 那我找看看喔 你看 我剛剛打立起的名字對不對 我打一個立 有沒有就跳出來了 他就說原來我放在這裡 請問這樣有沒有跟我們現在搜尋情 比較接近一點 有人親一點嗎 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剛剛為什麼特別在詢問一下 你們那個單位 自己的電腦都沒有問題啊 但是單位裡面的電腦 因為 就是現在有的就是帳號控管比較嚴格 對不對 所以你登錄的時候 你並不是最高權限 所以 如果你是這樣的情形 可能用這個軟體 你能夠找到的 就主要是你 你的帳號裡面有使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的 可能就沒有辦法全部的檔案都會完全找到 這會 因為最近才去那個 台大雲林分院那邊 才發現說他們 用一般的帳號進去 可能搜尋的這個範圍會比較小 會比較小一點 這樣了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只要打一個關鍵字 就好像搜尋 你就這樣立得出來 今天你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也可以怎麼樣按右鍵 因為我就忘記在哪裡了 請打開資料夾 有沒有 就把這個資料夾打開了 這樣是 起來就比較好用一點 好 所以呢 你用了這個軟體之後呢 第一個 我剛剛拿兩個 哪個快速鍵 Ctrl 是的 我按Ctrl 按兩下 就跳出來了 好就跳出來了 那你這樣要找就比較容易 好就比較容易 那這個軟體呢 除了這裡會改變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各位平常應該都用Office吧 沒有用Office的請舉手 我舉一半 因為我現在很早用回來Office 哈哈哈哈 因為我大部分用LiberOffice 免費的或是線上的 我都減少使用它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打開這一個 好 這裡有個範本 對不對 建立 各位應該多少少會有經驗 欸這個檔案 我打開了 編輯完了 那我把它儲存 結果怎麼樣 不小心 馬上就忘記它放在哪裡 有 有沒有 有這種經驗 怎麼辦 吃人性 蛤 因為這叫製作念不可活 所以就只好再打開幾個新的再做一次 不用了 蛤 它不是檔案裡面會有一個之前用的檔案嗎 對啊 萬一那邊也沒有了 那就更多 蛤 就是比如說你可能剛好 因為它只會記大概五六個嘛 那你超過那個範圍的 我們可以來玩一個小遊戲嗎 蛤 教這種也可以玩小遊戲 啊不然這樣好不好 有沒有人 要上來 你把你的檔案藏好 我不要偷看 我不要看你放在哪裡 我來找一下 了解意思嗎 你今天放在哪裡 其實那不是重點嘛 我只要知道局部關鍵字就好啦 像剛剛一樣我打一下 是不是就跳出來了 了解了齁 好 所以你看我來這邊儲存 電腦 好那看你要放在哪邊 我上次去那個 台大醫院雲林分店 有的人藏在那個 我的文件夾裡面細草的某個地方 反正找得到就好 好假設我這樣存起來 那你忘記它在哪裡了 這個時候呢其實也可以這樣子 你看我把它另存 另存 另存另存 遊覽一下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下面有多一個東西跑出來 這個是因為你剛剛裝的那個 不是裝的 就知識那個軟體 是有個搜尋的工具鏈 所以如果說 你大概依稀記得我的那個資料夾的名稱 比如說你有一個叫桌面對不對 好有沒有發現桌面的通通跑出來了 所以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就跳回桌面了 對不對 這樣了解了嗎 那第二個呢 這裡我先存進去 好 那開檔案也是一樣 如果你忘記了 你就可以從這邊開的時候 電腦瀏覽 有沒有一樣下面也有一個 這樣是比較容易 那為什麼特別在介紹到這個東西 因為各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印象 如果平常我們在 開一個新檔案 新增一個空白的也好 好我增加一個空白檔案 請問我們在存檔的時候 預設都會放在哪裡 你是不是都放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預設的 但是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的習慣會放在這裡嗎 來啊有沒有哪一個人 這習慣是放在這裡的 沒有人敢承認 沒有人敢承認 真的沒有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知道說 我們的放在這邊 以前以往WindowsS經驗 SP的經驗大家嚇怕了 因為以前我的文件夾 就是放在C10點 所以只要系統重裝 資料就順便不見 所以大家仰成他有習慣 我的放在D10點或E10點 就是你的秘密基地裡面 但是呢 微軟男的設計就是 希望這裡放你的東西 可是你都 告訴他我不信任你 這裡是我還是你的 所以這樣就造成這個問題 因為他每次都擺這裡 所以 各位應該都很 很有經驗 你在這邊的時候 就要很貼心的告訴他 我能放在我的D10點的 某某個裡面的哪個地方 有沒有 而且你教了他N次 你每天教他很多次 他永遠都不記得 他只記得我的文件夾 你不覺得嗎 對齁 難道不能比較快一點嗎 可以啊 你看 我來這邊 這裡 我先把它關掉 收起來 收起來 我們剛剛不是有這個嗎 對不對 其實你也不用從右下角 我就多多兩下 你看 右手邊有沒有三個圓圈圈 滑過去有沒有跑出來了 我就來這邊 閃電先來設定他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做選單 因為 大家平常在網頁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火車最愛 所以資料夾也一定有你的最愛嘛 所以我就從這邊告訴他 我新增 你在新增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 我是要資料夾 還是要某些檔案 你常常用的你可以加進來 甚至應用程式也可以 他還可以加紫目錄 還可以加紫目錄 所以我先從資料夾的部分 我就從這邊按一下 告訴他 我最近比較常用這個資料夾 再來 我剛剛在那個 下載這裡 這裡也常常用 有沒有 在這邊 我也加進來 那我再找看看還有哪一個 是我比較常用的 好 這裡我也比較常用 確定 那如果你要中間 加一個分格符號 也可以 因為有些人他會有這種需求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 對不對 稍微分開來 比如說你同類的 放在一起 好假設這樣子 我按確定了 現在呢 我就回到這邊來囉 剛剛這個文件 我在儲存的時候 哪裡有我的最愛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會信金 有沒有看到你剛剛的 而且呢 不是只能到這裡喔 我還可以進來裡面 還可以在裡面喔 有沒有 所以呢今天如果 假設我要放在這裡 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上面馬上就切進去了 還是你覺得從這邊 這樣比較有感覺 各位 對我們這樣比較過之後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會效率不張 哈哈哈哈 因為你老是在做重複的事情嘛 對不對 你在這邊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你從這邊票 直接選好 是不是就直接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好快很多 所以 檔案總管也可以有我的最愛 那萬一 萬一 萬一 這個資料夾 只是你最近常用 因為他還不夠 你還不夠愛他 怎麼辦 就是你不會加到這裡來啊 有沒有看到旁邊一個 時鐘 也就是說 雖然他不是你的最愛 但是你最近常用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對不對 你可以找資料夾 也可以找什麼 檔案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找了 即使你還不是我的最愛 我也可以找到你 好 所以你記得多多兩下 除了直接用關鍵字 右手邊這裡 啊 最近剛剛有用到這裡有沒有 按一下 有沒有 馬上就打開了 真的快很多吧 有差齁 好 那就還給你啦